哈喽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不認機 讓人掌握住理財的契機 我是琳達 好觀眾朋友們 恆大風暴最近是鬧得沸沸揚揚 使得美股日股港股都是接著一面倒 那包括我們的台股昨天9月22號 也中跌了300多點 甚至跌破了這個半年限 那麼在這個系統性風險出現的時候 在這樣子的當下 請問到底是買點還是賣點呢 好的今天我們首先來歡迎 鄧尚維 鄧老師 老師好 琳達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的老師我想要請問你 我要現在大盤已經跌破了半年限了 那請問呢 這個時候到底是買點還是賣點 我個人看法是 買點 因為在每一次跌破半年限之後 都會有一個強力的反彈 那當然為什麼我有這樣的看法 就是第一個 大盤在這一波的拉回 其實是量在縮的 尤其昨天是大跌350點 那各位看到說 雖然是大跌350點 可是成交量也不到3000億 代表什麼 不是恐慌性的整個倒出來 那更重要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整個大盤 從18034點拉回到16248的時候 我當時有告訴所有的好朋友 我說大盤的跌幅是9.9% 可是融資的減肥幅度是減了11.4% 會出現強彈 那果然就強彈了1385點 是的 但是在強彈的過程當中 又看到一件事 融資沒有增加 反而減少 這代表什麼 籌碼不在賞物身上 籌碼是在一些特定人法人身上 所以只要這個風暴一過 或者是美股稍微有個上漲 它馬上就會出現一個強彈的機會 就非常的大 原來是這樣 好的 那麼老師認為這個大盤跌破半年限 其實是一個好買點 那麼又應該要怎麼樣準確來看 我們請老師帶我們來了解 好的老師 我們知道今年5月份的時候 這個大盤跌破半年限 是迎來了3000點的行情 那麼8月份下個月跌破半年限 是迎來1000點的行情 那麼請問 這一回跌破半年限 會迎來萬8個行情嗎 好的 我想用這張圖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打一條這個120MA 就是一般我們在看半年限 所以在今年5月份最恐慌的時候是15159 也是跌破了半年限 然後事後來個大行情到18034 真的 那麼18034又跌到16248的時候 也是跌破了半年限 結果再來17633 好那這一次又跌破了半年限 我說為什麼這個地方是在做量縮的右肩 因為當這一次跌破半年限的時候 大家已經很清楚了 成交量已經回不去了 真的 回不去五六月 那個7000億 6000億 5000億 現在你發覺量都沒了 真的 不管是中秋節之前 大家會害怕 可是從這個線型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左肩 是在16893那個位置 那昨天 昨天 這是禮拜三 禮拜三我們印圖的時候 是跌了350點 它低點來到16838 那這個地方我的看法說 融資並沒有增加 各位發覺到融資在這一波18034 跌到16248的時候 大盤跌9.9% 融資跌11.4% 當時融資水位到2657 可是你發覺談了1385點 融資沒有增加 昨天還減 因為這是白天印的圖 昨天晚上融資還減個7億 所以融資還是往下減 那代表什麼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融資減代表散戶根本沒有進場 對啊 那代表誰在手上 法人 所以法人在手上 他絕對會想辦法 只要一個 恒大市計稍微平息 他一個強談就來了 或是美股大家關心什麼FED的 綠率政策 綠率政策昨天也宣布不變 所以昨天美股一反彈 我相信禮拜四台股就開始彈了 那這個地方就會很清楚的 把右肩做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提到 量縮是在逐右肩 如果是量大 大家會擔心 會不會跌破半年線 往年線來賣進 不會 因為是量縮 然後再看KD指標 教各位觀眾朋友看清楚 他在17633的時候 KD指標是在88 可是你看他這樣拉回來795點的時候 KD快速的回到30幾了 所以他只要在禮拜四禮拜五 台股只要是一個強談出現 相信下個禮拜會很明顯的看到什麼 KD指標會再度的從低檔 黃金交叉往上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機會 把台北股市的從日線圖 做出一個很標準的頭肩底的形態 只要再次突破17633這個頸線 那就是公關八的時機了 有機會 是 所以觀眾朋友們要抱持著一個樂觀的心情 那麼老師我再請問你 我們知道因為恆大風暴 那麼台股跌了300多點 那這個時候其實呢 就是應該要進場減便宜的時候囉 那老師如果呢 要減這些高CP值的個股 請問基本面 籌碼面技術面 我們應該怎麼來做觀察 好的在選股的策略上 當然我們從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 要面面具一道來篩選 那基本面 基本面告訴我們說去找 下半年第三季第四季 都是一個產業旺季的需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個第三季也好 第四季也好 營收獲利是大家看好的產業 那我們看到包括半導體 包括電動車 包括5G AI 雲端 這個就是長線的趨勢是不變的 長線趨勢是不變的 然後再從技術面我們來看一下 從技術面我們去找什麼 KD指標在低檔交叉往上的 黃金交叉 不要去找已經大漲一大段了對不對 然後它是沒有跌破半年線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大盤是跌破半年線 它沒有跌破半年線 代表它比大盤強 產業沒問題 然後技術指標又從低檔 第三個籌碼面就很重要了 我一直在提到說 融資的減肥幅度大於個股的跌幅 包括融資的減肥幅度也是大於大盤的跌幅 它就會強彈 那股票也是同理可證 融資的減幅大於個股的跌幅 到時候它的反攻氣勢就會非常的強 然後我們看好一個PCB 我們先從PCB的產業來看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已經公佈出來的數據 整個台灣電路板協會公佈出來說 第三季的PCB的產值可以高達 新台幣1950億 然後一整年會上看7738億 是再創歷史新高 是再創歷史新高 所以整個PCB的傳統旺季到來之後 你要去注意上游的同伯基板CCL 這個族群出貨會非常的不錯 對 所以我們會舉一些個股來看一下 好 老師點名了這個有機會的個股 好 老師 那再請問 我們可以幫我們做例子來看一下嗎 好的 比如說像6213的連貌 大家看得很清楚 這是禮拜三 9月22號 禮拜三 昨天印的圖 那昨天禮拜三是什麼日子 是重挫350點的日子 大跌斜斜斜的日子 那所以在重挫的時候 你敢佈局這個族群 那你禮拜四就是贏家了 為什麼 因為禮拜四的連貌是再創掛牌新高價 又衝上去了 那各位看得很清楚 它的KD是在50附近交叉的 那關鍵在哪裡 就是投信的作帳 投信是站在買方的 那產業我們也看得很清楚 從網通 從伺服器 汽車電子 5G基地台 這些都是長期的趨勢 是看多的 那我們再看下一檔 下一檔叫6274的台藥 6274台藥也是做銅箔基板的 各位看得很清楚 它打出兩個底 有沒有 一個底101.5 另外一個底103.5 然後融資減了35% 那大盤它個股跌18.8% 融資減了35% 然後你看KD是不是在20 30左右交叉往上 所以今天禮拜四的台藥 也是一根大腸紅 那也就是說昨天 你知道注意這個群組 昨天大跌別人害怕 你反而低接 勇敢的進去 你今天享受的 都是半根停板以上 好開心喔 對 我們再看下一檔 也很刺激 下一檔台光電 你是很清楚 它個股跌了19.5% 然後上半年已經賺了6.65了 可是你看融資減幾% 融資減61% 減肥成功耶 對 所以呢 昨天的台光電 在232.5% 今天衝到250了 天啊 再創248.5%的高點 過了 那現在有沒有 機起來比較低的 比如說聯茂已經創 掛牌新高了 台藥大漲了 台光電也創波段新高了 那下一檔 各位要注意一下 是 這檔個股注意看 它上半年賺6.81% 賺比聯茂多 是 賺比台光電多 那台光電都衝到250了耶 對啊 它才100多 昨天它才100多 昨天 141 是 然後你看個股跌31.18% 可是融資 在這一波最大的時候 減了52.85% 也是減肥成功的個股 然後一直統計到昨天 是減了44% 所以融資的減肥幅度 還是大於個股的跌幅 然後基本面又好到不行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不管是聯茂 台藥 台光電 再來 藤輝電子 誰賺最多 就是藤輝電子 就是它 然後你看它指標 剛從低檔交叉往上 然後 所以各位看到 不管是汽車電子的需求強勁 那今天的藤輝電子 也是呈現一個表態 最高衝到151了 所以也是這樣利手到半年線附近 有沒有 所以這些好股票 都值得觀眾朋友去注意 拉回來都可以佈局的 因為整個產業趨勢 一直看到年底都沒有問題 是 那老師那你像說 藤輝電子它是機器比較低 那我們剛剛前面介紹的聯茂這些 你認為它機器比較高的話 是因為等拉回 然後再進去做 對 其實基本上 如果把這些股票來選擇的話 聯茂已經創了掛牌新高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不建議再追了 持有的可以開始做獲利了結 但是你可以把資金回頭來佈局 這個 機器比較低的 藤輝電子 又獲利能力比較好的 後面的補漲空間會比較大 火力集中 移到這裡會更好 老師那除了像藤輝電子 其實用你剛剛講的這個 基本面技術面 還有籌碼面來篩選 還是找得到這種機器低 又有機會前瞻性的個股 對 一定有的 是的 好 非常謝謝鄧老師精彩的分析 謝謝老師 好 觀眾朋友們 今天老師跟我們聊的主題 是這個 台股出現了這個 系統性的大跌 跌破了半年限 請問是買點好 還是賣點好呢 那當然是買點 而且甚至有機會迎來萬八的行情 那麼剛剛老師也教我們了 怎麼樣的這個選股策略 從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來看 那麼像是基本面呢 就找這些產業啊 這個營運動能 未來是看好的 技術面呢 就是這個KD 低檔黃金交叉向上 而且不要跌破半年限喔 那麼最後籌碼面就是 當然是融資減肥成功的個股了 好的 那如果呢 這些選股策略你使用之後 還是有問題的話 記得掃一下我們鄧尚偉老師的Light 那這Light 是小老鼠ED12888 最後呢喜歡我節目內容的朋友 歡迎在臉書還有YouTube上 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星期見了 掰掰 掰掰